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利率是影響金價的重要因素 長期而言,金價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 情負相關走勢 即是息口向下,金價向上 因此黃金成為減息週期的重要投資對象 利率下降即是資金成本下跌 貨幣政策寬鬆 回顧歷史,至2000年起 美國利率由六里半 反覆下跌到2008年的0.25里 期間金價升幅超過兩倍 另外,量寬印銀紙也有利黃金 2008年金融海嘯後 美國推出量化寬鬆措施 金價由每盎司900美元升到1300美元 黃金是稀有的貴金屬 供應量有限 而且自古以來就是交易工具 減息令到貨幣供應增加 貨幣價值下降 為求保值 資金會流入 像黃金這類供應有限 而具有價值的資產 此外,雖然持有黃金不會有息收 但在減息週期下 持有黃金的成本亦下降 令投資者更樂意買入黃金 世界黃金協會表示 利率下降會支持黃金的投資需求 在展開貨幣寬鬆政策周期開始後的12個月內 金價將會上升 投資者除了買賣實金之外 亦可投資紫黃金 即是在銀行開納貴金屬傳接賬戶 另外,亦可投資與金價關聯度高的黃金ETF和金礦股 總結而言 在減息週期下 資產價格上升對金價有利 投資者可考慮持有黃金和黃金相關的資產